那我講說好你看 現在我們現在講說高雄市 現在KUSO當然是全台最幸福的企業 我今天沒事的時候 成平的時候 我每個月薪水噪鈴對不對 有事的時候我就請假 市長請假躲去選舉就算了 現在他身邊的人 高雄市政府裡面一級主管是什麼 空缺最多的 補都補不起 現在這些機要職 這些政務官 全部都給你一個請假 你在搞什麼 你真的說實在 你在把高雄人當做什麼 這是踐踏高雄 對有一個市政府說 你的政務推動的話 你說那個觀光局好了 主密也沒有對不對 局長也沒有 你副局長一個人 要做三個人的事情 你跟市務官不就量死就對了 你政務官大家都量量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不要這樣搞 你每次一直在講說 你那天還在跟蔣萬安站台的時候 你要為臺灣做牛做馬 你追狗票人都沒有一個人要做牛做馬的 你可能會做牛做馬 所以你去年用那些話來騙人說什麼粉身碎骨 很多人給你騙起來對不對 你現在做牛做馬沒人要跟你相信 你根本就鬼扯淡嘛 好啦那你現在怎麼辦 我就跟你講說他在發動一場革命 為什麼革命 人家一二二一要罷韓對不對 你就沒事就要去挺韓 人數還要他的兩倍以上 我就跟你講那一天如果出了什麼暴動 出了什麼動亂出了什麼衝突 你韓國瑜要不要負責任 對不對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搞那一天這樣 對啊他就是最後一次動員 我覺得韓粉動員把勢力動出來 看能夠動多少對不對 如果那一天韓粉來的那個人數 被那個罷韓的人數嚇到的話 他就真的他從一一二一開始 到一月十一號投票之前 他就可以放大假嘛 二十天假期 每天休息每天好酒 沒事情做了 那你如果能夠動員出來 真的有那個樣子的話 你或許還可以拼一下 他只是告訴我們說實在話 動員看到時候有多少人 會把票投給我 算看看還有多少錢可以入葬 我就跟你講 他從六月一號那時候 凱大盜招式到九月八號 新北那個二重蘇宏盜招式 那種都嚇死人 每天都要喊二十萬三十萬起跳 對不對 那現在為什麼沒有動員那個能量 我那時候就講過說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結 你把這韓粉劃來劃去 整個台灣走來走去 你說韓粉不累嗎 對不對 你現在說實在 讓我想起來那個周幽王 那時候有個烽火系諸侯 以前周幽王不是寵愛一個包氏嗎 一個美女 可是這個包氏就永遠不下 冷落冰霜 他就一天到晚想辦法說 你也是要笑一下嗎 對不對 那笑什麼事情都搞過了 他後來就有一天就沒事 就看到那個烽火台 說點個烽火來看看 一點的時候 那個烽火要幹什麼用的 是諸侯秦王用的 說你宮廷裡面出了什麼事情 說諸侯急急忙忙 這樣趕過來要聲援的時候 那個包氏竟然笑了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女的也是有點問題 這個有什麼好笑 那個周幽王就想說 這個女會笑 他三不五時就給你點烽火 對不對 那韓國瑜就這樣 之前造勢就點烽火 韓粉快來喔 對不對 你來來到哪裡 人來了講久了之後 人也不會快來啊 所以你看一一二一 我是覺得你那天造勢 我大概也沒有什麼事了啦 所以你說你今天要不要趕快煞車 不要到時候社會 如果出了什麼問題的話 我實在是 覺得你韓國瑜要到時候 要變成台灣的罪人 好啦那你說那個花蓮 韓國瑜不是土地傾聽之旅 他那時候信誓旦旦說 台灣要繞三圈 對 你現在台灣繞幾圈 你一圈三分之一都還沒繞完 你對不對 那你現在敢不敢去 東部的話你從台東出發 台東花蓮宜蘭 花蓮你現在去不去 傅崑崎現在跟你說他要算 對不對 那黃啟家 那你國民黨對這些事情 你要怎麼處理 到時候如果傅崑崎 他老婆叫徐真衛 花蓮現場 國民黨的 他會不會挺傅崑崎 那你敢不敢把徐真衛開除黨籍 對不對 分房稅就好了 分房稅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看 你韓國瑜當初支持你 這跟黨情沒有關係 亂承 所以支持你的是地方派系對不對 他不會以嗜害攻 我的意思是說徐真衛 希望他 希望 你看現在顏青標 飄盪會跑到哪裡了 副軍旗現在會挺立 對不對 現在大家看看 你地方派系也幫你丟包 國民黨也丟包 那你還搞什麼 不過最後我是覺得 我對韓國瑜這個 講話我實在是受不了 西瓜皮擦屁股 你講話難道就不能夠 用一些正常人的話 光屁股講幾遍啊 你怎麼那麼 你是有戀物屁喔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那個心理變態 講這種話 你當總統候選人 你到現在還是不改那種風格 連你在講台灣的 那個國際兩岸關係 都要像三個男人 跟一個女人在打麻 漂亮的女人打麻 你的比喻能不能正常一點 你說三個男人跟一個女的打麻 那是歧視女性 你說這個女的結婚之後 人家就不會放泡給他 就不會那個 說實在你的腦袋 一天到晚都在想什麼 對不對 那個腦袋就是不正常啦 對不對 你否則就是什麼武大郎潘金蓮 現在又講什麼女生 什麼未婚女性 漂亮的女性 拜託 我說實在這些寒粉 要不要醒一醒 現在還在支持韓國瑜的人 對不對 同樣還有另外一條魚 可以供大家選擇 你要不要喜歡一下 不要在韓國瑜講這種話 大家